大家好我是錢子T台正經話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我們將在達成10萬的訂閱之後呢 會舉辦一個驚喜的彩蛋活動 到時候還會有神秘嘉賓現身喔 大家最期待哪一個神秘嘉賓 來我們T台正經話呢 快按右下角的訂閱 並且在這邊留言 我們會把這個嘉賓請來現場喔 觀眾朋友搞不清楚什麼叫做 大小蘇之亂或是大小S之亂 這是在去年 在橋不分區的時候 兩個人其實為了屏東的不分區 或者放在區域競選 這樣在那邊交換 包括了蘇嘉賢院長 他的這個執子蘇正清的事情 因為他其實有一些比較 不OK的事情 像陳美才掏空疑案 這是疑案 那就是所以 他其實有一些交換條件出來 不過我們那時候也批評非常多 不過後來屏東開出來的票 他們還是開得很漂亮 蘇正清還是上了 所以這個突襲 也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蘇貞昌的突襲 總辭已經都已經底定了 所以立法院長蘇嘉賢也只好說 對 蘇貞昌院長這一年 把行政團隊帶得非常好 我覺得蘇貞昌院長應該繼續 來擔任這個責任這樣子 就是目前看起來是底定了 明顯 第一個我先講蘇貞昌 在去年不分區提名的時候 他有受傷 那你蘇貞昌到底要不要上去 從那時候媒體披露 還一度說蘇貞昌不行 那就蘇貞昌自己上 甚至蘇貞昌的夫人 也一度也要出來選區域立委 後來被小英總統勸退了 所以蘇貞昌雖然是屏東 目前看起來是地方的 蘇貞昌的大佬 可是這一席雖然民黨最後是贏了 結果論是贏了 可是在整個過程中其實評價不高 所以你說現在要接隔魁 如果蘇貞昌嚇讓蘇貞昌接 雖然都是賓冬人 我賓冬人 我看賓冬人沒辦法接受 社會也無法接受 只是說蘇貞昌在第一時間 就去跟蔡英文請示的話 我覺得剛才在培評說 國民黨你們就是宮廷政治 這個也是標準的宮廷政治 算得難看 特別剛剛前子你講的最後一句 哪有人在宣布說 總統說我自己做得不錯 要不要繼任應該由總統來宣布 甚至總統府發言來宣布 過去都是這種慣例 你當然由總統府發言來宣布 隔魁這也不夠尊重 從底製應該由總統本人 出來開記者會 然後再找隔魁來正式宣布 這才以示尊重 透過臉書這樣寫實在太不尊重 我覺得當然蔡英文以800多萬票 當選總統 我覺得這是全民要恭喜他 可是要怎麼用人 也是他的權責 民黨現在好像大家都在 期待總統關愛的眼神 不過不管再怎麼樣 你未來四年 你的施政的圖像是什麼 包括你在立法院 要推什麼重要的法案 包括美豬美牛 現在要扣關了 那是不是接下來 勞保年金要破產 這些是主要的未來的戰場 圖像是什麼 當然在野黨有責任 我們有我們的立場 那執政黨的立場是什麼 我覺得目前還是比較 比較一個模糊的一個輪廓 是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未來的立法院角力這個龍頭 到底該是誰拿到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爬梳一下2016年 民進黨第一次國會過半的時候 當時在搶這個國會龍頭的事情 當時蘇嘉全柯建民陳明文 都有意要角逐龍頭 本來蘇系的柯建民 是已經獲得了新系的首肯 不過在開議前一天 風雲變色 新系決定倒戈 轉向蘇嘉全 最後蘇柯成三人早上會 好 蘇嘉全出現 那這一次2020年 到底誰會變成國會的新龍頭 現在有意出來角逐的 有包括陳明文 還有包括游錫坤 還有柯建民 其實也在蠢蠢欲動 可是這一次的 國會的派系的結構 我們可以看一下 民進黨61席 其中五黨籍有三席 包括蘇正清 趙正宇 林場所其實幾乎就是 民進黨可以指揮的 或是會在民進黨黨團運作的 再加上激進黨的陳柏惟一席 所以是4加61 是65席 那這65席的派系 可以看出來 是新潮流的蔡其昌 大概有20席 佔黨團的三分之一 政國會的游錫坤 大概有10席 范英系的陳明文領導的有14席 那新蘇聯 或者是跟他友好的有25席 這樣看起來好像是 尤錫坤加蔡其昌的這個組合 是最有可能出現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問了 誰來當龍頭 是不是要等小英總統一句話 現在柯總照他說 要尊重蔡總統的個人意志 另外陳明文有說 好 我上一次就表態了 那這一次我們還是會去等待 講的也是滿白的 跟去等待 三百萬要不要先講一講 是不是 委員 我下一屆不是立委了 所以我好像不太能夠評論 這種議題 不過因為蔡總統剛當選 那這一次跟上次完全不一樣 是蔡總統的票都遠遠勝過 我們所有區域立委的票 所以那也是一種民意的展現 所以我相信區域的立委 都會想要知道說 蔡總統希望怎麼樣來組合 會尊重就像柯總統講 會尊重蔡總統 那不分區那當然更是 黨提名的 那他當然就會跟 所以照這樣子的觀察 我認為還是郵菜比較可能 郵菜比較有可能 來 我也是認為郵菜的可能性比較 因為這本來就是一開始 還沒有選之前 就已經規劃好的東西 大致就這樣分配 那這目前政國會跟新潮流 就是黨內最大的派系 所以這最大派系 有穩定國會的作用 對他們來講當然OK 然後陳明文我必須說 但他的爭議點實在太多 那他的爭議點沒有解決之前 恐怕你看到這次 林國慶贏得其實有點辛苦 很險勝 對 很險勝 所以林國慶打得還滿漂亮 所以他如果在自己的選區 都贏得這麼艱困的話 你要拚贏這個東西 恐怕就不是那麼容易 那至於說柯建民我必須講 他的社會形象實在是太深了 他的社會形象實在是太深了 因為大喬選 小喬這個名號不進而走 所以我相信蔡英文總統 應該不太會想要在這個時間 把這樣的人選推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 要其他人選的可能性 我覺得大概不高了 柯建民沒什麼官司 他有什麼官司 不是官司 我是說社會形象的問題 好 那我覺得國會 還有另外一波對戰嗎 這是一個問號 因為現在第三大黨 應該就是柯P所領導的民眾黨 有五席 雖然看起來有點少 不過有可能是關鍵的少數 所以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就說老柯完了 蔡壁如他說他 鞋弟子什麼事都會抖出來 我替老柯感到擔憂 他會搞死你們 柯建民就說 蔡壁如既然跟我完了 有什麼關係 立法院是比專業 不是比白目 明顯 當然立法院是比專業 在協調法案的時候 我覺得可是比專業之外 態度更重要 很多重要法案態度是什麼 到底都民眾黨現在立場是什麼 他是跟過去時代力量一樣嗎 跟黃國昌的角色扮演是一樣嗎 所以我覺得很關鍵 最主要是整個權力結構 民黨單獨過半 所以在表決的時候 大概不太容易 就說在野黨 就說你要民眾的喊出說 要組在野黨大聯盟 但他五席喊出來很有氣勢 可是國民黨目前的立場 是怎麼樣 我覺得都是關鍵 在重大法案的態度 我覺得更重要 我覺得其實 現在台灣民眾黨因為五席 雖然這五席的席次還不少 可是因為民進黨單獨過半 再加上剛才講的幾個 五黨籍事實上 是完全會跟他合作的 所以其實就如同自己 柯文哲講的 現在台灣民眾黨 是不關鍵少數 因為其實民進黨 不用甩你 不管反而他要推動人事 我現在要當院長副院長 我根本不用拜託你的票 我的票絕對足夠 所以你可以現在看到 就是說柯P的模式就是說 希望能夠跟其他的政黨合作 釋放出這種信息 比如說他要不要跟實力合作 比如說他要不要跟國民黨合作 就是在一些民生議題法案上 我也期待就是說 未來的這些在野黨 真的必須在一些公共政策上 要做合作 否則一黨獨大非常可怕 一黨獨大非常可怕 雖然剛才菁英偉說 好的 政策買票有什麼不可以 但是基本上 還是要有財政紀律 因為這一次的那種政策買票 那種撒鈔票的狀況 實在太可怕 你一場選舉下來 我們國庫要空虛多少 所以這個難道不需要檢討 這確實應該檢討 至於未來的這個國民 對 立法院裡面的生態 我覺得柯健平講很好玩 他就說走了一個作秀了 來了一個白木的 他想要做作就是黃國昌 他來個白木的就是那個 蔡壁如 不用忘記蔡壁如之前 他不是惹火民進黨 民黨就是要讓柯文哲 就來質問他 因為蔡壁如就說 我們要打破政黨協商 有沒有 就說這個政黨協商 都是密室協商 全程轉播 可是現在未來就是在 國會的整個生態裡面 對 現在我現在非常支持 蔡壁如還有柯文哲 你作為民眾黨的黨主席 不是都要公開透明嗎 以後政黨協商 全部公開直播 現在就直播了 現在就直播了 不要有任何內容 沒有 也有私下協商 趕快去撤球就私下協商 如果沒有完全直播 如果沒有直播的地方 我們也非常的歡迎 也有直播不到的地方 我們有歡迎蔡壁如 幫我們把那種 沒有見到光的地方 一起把它躺在陽光下 幫我們照亮這些見不得光的地方 沒有什麼見不得的 廁所 我很高度的懷疑 或者是打一個問號 到底是什麼事情 他說我替老柯感到擔憂 他會搞死你們 會把什麼事情抖出來 到底要抖什麼事情 他的意思是什麼 其實到了立法院 你就會知道 所有的政策 你如果沒有真的透過 這個政黨協商 你沒有辦法 你難道所有的案子都一條一條 這樣表決嗎 那你就算讓你這樣 那你一年有多少會期二五 你就這樣能夠通過多少案子 但是政黨協商是什麼 每個政黨回去 你還是要跟你的政黨的成員 去討論 然後去研究 然後推出來 就算你現在是絕對多數 我們這一屆也絕對多數 我們所有通過的法案 都必須要公開出來 接受人民的檢驗 這個政策實行下去 國庫會虧損會 真的會掏空的話 人民會支持你嗎 比如說我們說的好 你說什麼叫做政策買票 我們的這個育兒津貼 我們少子化不用面對嗎 這個算政策買票嗎 我們的長照不應該做嗎 老人不應該照顧嗎 這些都必須要讓人民檢驗 什麼時候檢驗 投票的時候不是嗎 韓兵 你覺得在野大聯盟 有可能組成對抗民進黨嗎 有可能嗎 我覺得完全沒有任何意義 因為我必須講 在野現在最大的是誰 還是國民黨 國民黨38期 國民黨過去人數多的時候 都打不贏民進黨 現在人數比人家少一半 你就打什麼 沒什麼好打的 我覺得在野你要先學會 先做在野黨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 你要先做好在野黨 先學會怎麼打架 對 你要先學 也不是打架 你要學習民進黨 甚至我必須說 有一個標竿叫黃國昌 你看黃國昌 過去他一個人 他過去這四年來 他一個人揭露的案件